發現有鏡頭靠近好奇湊過來 平常還會讓學生牽著撒嬌互動 也拿過小型犬競賽第一名的冠軍犬 只是喜怒無常又咬傷學生和老師的名牌鞋 讓他到校都還沒一年恐怕就被退養 他可以感受到孩子可能不喜歡他或什麼 所以他可能會有對學生廢啊追學生這種情況 那可是在之前其實都還好 那是今年過完年之後 就是他的情況才是比較嚴重 妮妮今年12歲換算人類年齡 已經是60到70歲的老狗 去年8月到校第一天就咬人 年後情況更加劇 不確定是否因為白內障變嚴重 才讓妮妮情緒敏感 但真正引起爭議的是學校這份表單 寫著要把校犬還給流浪犬中心 痛批示最壞示範 沒有想到說狗狗 他後來有行為失序這個問題 然後造成了老師跟學生的一個困擾 那所以我們呢就希望說做一個問卷 來讓孩子就是讓學生的聲音可以被聽見 目前新北48校有91隻校園犬貓 動保處可以幫忙梅河 像是都會區適合小心犬 還有專業人員協助防適應不良 但絕對不接受退養 明天也會派訓犬員到校了解狀況 校方坦言的確入校評估不夠完整才會導致 校圈和師生發生衝突 接下來將交由動保處協助 讓你妮能盡早適應校園生活 保安生觀眾的報道